來講一下有關 比如說我每天都要做的事 假設我資料更新了 那我如果說每次都還在下一次公示 其實也蠻麻煩的 那如果說同樣的事情我希望 不要重做 可以有個按鈕按下去就自動完成的話 那會更好 可是問題目前是沒有按鈕 我希望在旁邊增加按鈕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請各位一定要先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那也許你現在的電腦裡面可能沒有 OK因為這個開發人員這個標籤不是預設就有的 電腦裝了他不會馬上有 你必須把它打開 OK打開之後的話意思是說這個是開發人用的 有個機關在那邊 特別之外一 上面有個小箭頭有沒有 二的話請你找到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的話 請你找到常用 常用裡面的話呢 預設這邊是不會打勾的 所以特別注意 OK 常用 裡面的 這個 在 功能區顯示開發人員標籤 請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的版本比較新 可能2010 2013 2016的話 他放的位置不在這裡 他放的位置 在哪個地方 我有把那個位置 因為之前有同學回去做 他做不出來 特別需要如果2010以後的版本 他的畫面我有貼到雲端上面 是在哪裡呢 剛剛在常用對不對 他放在這裡 制定功能區 裡面的開發人員 就一樣的動作 只差最後那一步 OK 回去 假如你用的版本不一樣 比較找不到 一定要有這個東西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打開了 OK打勾 按確定 這個時候你開發人員就出現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 未來 會用到的VBA跟 聚期的話 基本上 就是在這個區塊 這邊是錄製聚期 OK 這邊是 VBA Visual Basic OK 我們先按部就班好了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自動化 請各位就是熟悉開發人員 的這個東西 那當然 另外就是說 一般人其實不會開 所以一般人的電腦裡面 基本上那個常用這個是不會 被開啟的 OK 所以 如果你開啟他的話 表示說呢 你 就是 是 開發人員 所以你的心 那個 準備 你可能要也心理準備一下 你不一樣 OK 不然的話不會打開吧 打開他表示呢 你就是 即將成為開發人員 其實他道理也很簡單 就是 真的你要做出你要的東西 自動化的那個功能 OK 本來沒有的 但是你把它 創造出來 接下來的話怎麼使用他 一 先開啟 二的話呢 錄製聚期 那錄製聚期 當然不是亂錄 你有一些技巧的 那技巧的話 一 你就是 剛剛做的公式 不用刪掉 不需要重來 但是你步驟 每個步驟都要 先熟練 要彩排 OK 彩排意思說你 先試 最好是 Step by Step 就一步一步的 一 油標先放在這邊 這個動作一定要做 你不要 說油標已經放這邊 這個動作一定要錄進去 他會幫你錄一行程式 叫什麼 Range的 14.slater 二的話 油標再放在資料編輯列打個勾 三的話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總共四個步驟 多一個也不行 少一個也不行 OK 所以我待會我錄他產生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按下他 自動出來 一個按鈕就是 把它刪掉 兩個按鈕 那我們Demo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OK 先請各位錄製給各位 1我們就按下錄製聚集 2的話 名稱的話 我叫做 這個名稱好了 你可以打一個叫手機號碼串接 按確定之後 特別是按確定之後 你等一下做的任何動作 都會 被變成程式 就是VBA的程式 所以呢 你按確定之後 你 你就是 要很小心 不然的話 NG又重來了 OK按確定 1 游標放在這邊 他會錄一行 叫Range的 14.slider 2游標放這邊打勾 打勾表示把公式輸出 所以輸入 所以他會在這個目前的儲存格 Active Sale 他裡面有個Formula 他把這個公式加進去 所以打個勾 再來的話 向下填滿 他就是向下幫你把這個範圍 那個自動填滿 Auto Fill 就把它自動填滿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等於是 1 2 3 4 4個動作 應該記得起來 好 停止一下 另外一個動作 游標再放回外面 所以特別注意 起點就從外面 再來就是把這個範圍的資料刪掉 刪的話我建議 你游標不是這樣選 我建議以後你錄製聚集 請 用快速鍵 那快速鍵怎麼選 比如說我今天要 快速把這個範圍選舉的話 請各位注意 Ctrl Shift 向下 這個應該有用過吧 Ctrl Shift 向下 就是 他會 Ctrl向下是向下 Shift等於是選舉 OK 按Delete 他就刪掉了 所以我把Demo一下 三個動作 1 游標放外面 點一下 這個 一樣E4 Ctrl Shift向下 然後Delete OK 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是 再錄製了 錄製的話就是叫 手機號碼 清除 也許這個地方叫個清除 然後清除 按確定的話就開始了 特別注意 按確定 1 游標放在E4 Ctrl Shift向下 2 然後3就是Delete 所以只有三個步驟 好清除了 停止錄製喔 完成了 所以剛剛有四個步驟 這個只有三個步驟 做完之後 那我比如說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前面有聚集 手機號碼串接 我把它執行 OK成功 然後再來 清除 執行 清掉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要從什麼 從這邊執行很麻煩 那當然我會希望怎麼樣 看旁邊加兩個按鈕 如果你要加按鈕的話 也蠻簡單的 這邊有一個什麼 插入 從這邊就可以了 好 所以喔 這邊就是 先錄製 然後你可以從這邊執行 最後如果你要直接從按鈕執行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插入這邊有第一個按鈕就是 表單控制項 點選 再 向右下拖 這邊需要他控點往右下 放開 這個時候呢 他會問你說 請問你要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幫你執行哪一個聚集啊 就這一個 那 所以呢你選舉他之後這個按鈕就對應到剛剛的聚集 那上面的名稱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再到這邊怎麼樣 把這個名稱 因為剛剛有複製這個名稱嘛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一個按鈕就ok了 另外一個按鈕的話呢也是一樣 把它拖拉在一個 ok 然後這邊這一個 選清除 那也把名稱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去就可以了 再把它刪掉這個名稱 貼上 好這樣的話呢我們試一下 執行他 出現了 按一下他 清除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會發現 他已經 去備有我們要的功能 但是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好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把重點回顧 一 錄製聚集 不過你要先彩排 好 二的話如果你錄完之後呢有兩個 你就從這邊執行看看 三你就直接再插入兩個按鈕 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